第四届围老都根博览会日前登场 新北市政府再度受邀来参展 展区不仅营造出了温馨的居家风格 更结合亲子互动的飞镖体验 传达新北都根三建的政策理念 而今年新北市政府还获颁都市更新团队特别奖 也再次证明了新北市政府在推动都市转型的努力上受到肯定 接下奖项也代表新北市都根三建当中第二建 主干道沿线环境优化推动有成 让市民了解到重建不是都根唯一的途径 另外还包含了整建以及维护 整建维护今天得奖 这个是我们都根三建计划里面第二建的整建维护 这个整建维护是透过我们同仁跟社区的居民共同的努力 让整个社区可以透过我们的计划重新的整建 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风貌 所以今天这个风貌我们也在财讯这里参讲 也得到这个殊荣 是大家团队共同的努力 也希望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社区加入这个计划 一起让新北市更好 今年借由首创公办整建维护地面修缮计划 新北市城乡局让府中老旧商业区翻转更新更美 参与了第四届围老都根博览会 新北市城乡局将展区划分为三大部分 除了有书面刊物让民众详阅之外 还有都根推动师现场注点服务 再加上亲子飞镖体验区 为民众解说新北都根三建的政策 我们新北市也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首先成立我们新北市的国家 新北市的支付中心 所以我们在短短的两年 我们纪念品已经实际上就有一个案子 在明年初我们也可以开始动工 都根三建是我们侯市长的政 就是他们的政界 那我们在108年开始到现在 超过三年半的时间 我们也有1171件来申请核准了768件 所以比过去108年之前 大概有成长的四倍 从108年都根三建政策上路以来 新北市以三年半的时间 就核准了超过600案的为老都根标的 是过去20年的四倍之多 展现了高效率目的 也在提升民众的居住安全 以及环境品质 新北市城乡局 赞